标准時間 宏信大獎頒獎典禮 再次回到新傳媒劇院舉行 林慧玲和陳凤玲 雙雙拿下第十座十大獎項 觀眾朋友晚上好 歡迎收看晚間新聞 李顯龍總理表示 我國正邁向與冠病共存的目標 但還沒完全地脫離險境 總理也說 我國必須確保醫療系統 繼續地保持韌性 強化公共衛生事件應對能力 以及維護國人的高度信任 以做好準備應對未來 開拍攝 高度錄